104 这一题是一个双曲线的渐进线 那它现在有两条渐进线 我让大家稍微用George Brown来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大概红色这两条 就是a加y跟a减y 但是呢我们可以调一下 你可以调一下这个尾巴 其实就是说以这两条为渐进线 就是什么s平方减y平方 最后会等于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呢 可以正的也可以负的 负的话就变成上下形 正的话就变成左右形 好我们有这样的概念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题 其实就蛮好处理的 所以第一个选项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说怎样 它是s平方减y平方等于c c可正可负 但是一般我们在处理这个时候 通常是把尾巴变成1 所以变成s平方除掉c 减掉y平方除掉c等于1 好那如果今天c是一个正值 c大一零的时候呢 其实就属于这个情况 那c小一零就属于这个情况 所以第一个答案是正确的 好那这一题的话呢 对这个c其实就是 如果 反正就是说r 这里就是说c的绝对值叫r好了 c的绝对值叫做r平方 好那r呢 其实就是它的贯轴 就是r跟r就是它的贯轴 公二轴也是r 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种叫做等轴双曲线 第二个是正确的 好那第三个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 它想要表达是什么 它想要表达是说 ab如果在这个 在第一向线上 在双曲线第一向线上 那a大于1000的时候 ab是不是小于1 它这边想要表达就是说 因为它是渐进线 渐进线感觉a跟b会很靠近 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r是多少 所以如果今天r很大的时候 它还是有可能没有很靠近 例如我们今天r就选多少呢 r就选1000 那以第一个例子来说 你看哦 s平方除掉r平方 减掉y平方除掉r平方 等于1的时候呢 它的x是y 这就是x等于1000的时候 例如说等2000好了 我们要改成2000 因为它都大于 那这时候y还是0 所以a跟b其实就怎样 就是差很多 所以这个不可以选 基本上它比方表达渐进线 但是还是要受到这个r的影响 那第五第四个呢 ab跟ab'在第一向线上 对 那如果怎样 a比到a'小 那b就比b'小 这个是因为它渐进线 在第一向线里面呢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越来越大的趋势 所以就是说 a跟a' a'越右边 相对应的b'也会比较大 就是因为第一向线里面 有渐增的趋势 所以这个是可以选的 那这个对它这两条渐进线 就是a弦y跟a加y 它这边中心点在那个圆点 所以它对称于x轴 也对称于y轴 它是一个对 1轴跟共2轴 刚好是a轴跟y轴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可以选的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1245 那我觉得这题也是设计的蛮好的 就是考一些渐进线的概念 那一些图形的分析 而不需要太复杂的双曲线计算 算是一个好题目 感谢观看